今天巴特勒大闹森林狼这一举动,在让森林狼加快,那想要处理掉巴特勒的想法? 毕竟已经开始骂管理层和可想而知,留下他已经是没有任何的希望了,可是巴特勒总归还是要有一个去处的。 毕竟森林狼也不能让自己当初花了大价钱得到的这样一位狠角色就这样轻松的送出去,而据卧神的爆料,森林狼已经向火箭这边开出了报价,希望得到哥登和塔克这两位球员。 可是火箭帝老板已经表态了塔克是不可能成为交易的筹码的,而费尔帝他也同时表态希望得到巴特勒,所以这样一来就把问题抛给莫雷了,要如何得到巴特勒还是要想办法的。 毕竟老板说他可是非交易品,但是哥登却没有说,毕竟森林狼也对哥登感兴趣,那这样火箭要想得到巴特勒就有意思了,莫雷就连安德森这样的包袱都能够送出去。 可想而知他是有通奸的本事的,如今哥登一席话是又暴露了火箭想要得到巴特勒的苗头,即使哥登不止一次的在公开的场合表示,或想要众望火箭的愿望,但是总会有人把他与巴特勒的交易扯在一起。 所以在今天,哥登再次的说明了这个问题,哥登说道,新赛季火箭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总冠军,我爱这座城市。 同时我们也在变得更巧,我们已经融入到了一起了,看得出来,哥登是真心的希望留在火箭,可是哥登再次说出这样的话,无非就是给莫雷听到,火,剑需要我,我也不想成为交易的筹码。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莫雷是动过把哥登当作筹码的心思,不然哥登也不会三番五次,重申自己希望众望火箭。 如今莫雷先是踩掉了格雷,但是同时又新引入了两位球员,可是NBA整场的轮转只可以留下15人,现在已经有了19人了。 莫雷这是欲入何为呢?如今哥登的这番话是真的很让莫雷为难的。 巴特勒果然是很好,可是哥登已经是现有体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份子了,想要得到巴特勒就是一场豪赌。 而哥登相比较巴特勒算是一份零价的合同了,巴特勒索要的五年1.9亿的合同,目前对于火箭来说,在没有拿到总冠军的情况下,火箭已经不能承受这样的一份大合同了。 算上贾佩拉加上安东尼火箭,目前已经有四位巨头了,而明年安东尼能不能留住也算是明说了。 所以对于火箭想要得到巴特勒来组五巨头还是相当困难的,用哥登去好赌这场交易真的值得吗?莫雷可要想好了。 谢谢观看